朝鲜被美国封锁多年 那么为何能做出核武器呢 哪来的技术支持呢 哈喽大家好 今天就和大家聊一下 朝鲜的核武器源自哪里 可以说目前已经披露的材料来看 主要有两个大来源 第一点就是原苏联的技术支持 可以说在二战结束以后 让全世界都是知道 非常厉害 尤其美国送给日本广岛长崎的那两核 让世人见识到了核武器的牛逼程度 那么于是朝鲜建国初期 就向当时苏联提出 朝鲜也要发展核武器 这个提案苏联一权衡 可以支持我的小老弟没问题 于是让朝鲜派出人员来到苏联学习 学生之后让他们回到朝鲜 再教其他朝鲜人 并且在1969年的时候 核武器研发被朝鲜列为国策 既有苏联援助带来的底气 也有朝鲜50年代派出苏联那帮青年人 就学习这些分子 留学归来这些人 这些人回国以后就组成了朝鲜核武器 研发果干力量 你比如说徐相国 韩人 希拉丁根 等等这些人 也是当时的一个历史性的代表人物 那么第二点就是苏联解体给朝鲜带来了希望 其实在苏联学习几千人当中 已经初步掌握了核武器的一些知识 但是核心力量 核心技术真正是没有找过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美苏在核不扩散方面互相制约 也不允许苏联将核武器这个核心技术交给朝鲜 基于这些 朝鲜那就走上了啥呀 自主研发的道路 别人不告诉我自己学 但是也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直到1991年 苏联解体以后才给朝鲜核武器发展 带来了第二春 可以说许多苏联国家从事研发科技人员 就被朝鲜秘密的用高薪拼请了 究竟有多少人被朝鲜人用高薪拼用呢 其实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材料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可供参考的是啥呢 根据美国宗庆局估计 苏联解体以后 大约有90万人将被清除核武厂 其中有2000名科学家掌握了详细的核武器设计知识 3000到4000的技术人员 懂得了怎么生产高农缩裂变这个材料 可以说朝鲜利用了各种手段 向各个国家买技术买人才 在2006年10月9日朝鲜北道爆发了一次规模3.6级的地震 朝鲜的核武器是在底下吧 所以说这次地震就是来自于朝鲜核武器实验成功 到此朝鲜成为全球第九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希望朝鲜这个研发成功这个核武器 这一举动能为世界和平加码 其实朝鲜研发的核武器也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和平而着想 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没有这个国防力量 怎么能够维持国家安全的 节目最后也希望世界和平 人民安居乐意 好 今天分享到结束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